MING PAO TORONTO 来自奥地利的两只小凤突鹰 有望能借助于发射器在未来的迁徙途中 为科研人员提供有关的资料 神武学家亚尼塔把发射器装在两只小凤突鹰身上 几周内当它们首次迁徙时会飞进马尔塔 研究者将能确切地知道它们的方位 在马尔塔 一群正在迁徙的沼泽窑 发现了一小块芦苇荡可以出路 但是这群候鸟不仅被护鸟卫士们看到 也被非法偷猎者瞄上了 东章西望的这两个男子可能是猎人 它们在判断候鸟群早上起飞时 在何处开枪是最合适的 在这一刻树的夜晚 岛上其他地方也需要有护鸟卫士 所以能留下来关注沼泽窑命运的 只有两个护鸟卫士 早晨约五点钟 另一批护鸟卫士来了 使它们松了一口气 天亮了 沼泽窑尘成群的飞走 没有听到一声枪响 护鸟卫士们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鸟群很快飞到了高空 飞到了安全的距离 现在既是永远成猎枪打 也打不着了 护鸟卫士的赛场救了这些候鸟的命 但从奥地利飞来的小蜂秃鹰 卡门和米奇 仍然令护鸟卫士们担心 这是小蜂秃鹰卡门和米奇的坐标 其中一只飞过了地中海 刚刚飞过北非海岸 没多久 另一只雌性蜂秃鹰 飞了萨哈拉大沙漠 所以两只小蜂秃鹰都安然飞到非洲了 在马尔他岛待了两周后 参加护鸟野营活动的卫士们 受到了令人鼓鼓的称赞 德国驻马尔他大使 到他们的营地来访问 必须问他们的工作情况 这里有很多人都相信 只有来自外国的压力 和欧盟的严厉制裁措施 马尔他非凡烈党的活动 才能永久地被制止 但是在此之前 护鸟卫士们每逢春秋季节 候鸟迁徙期间 还会坚持到马尔他来